这一个异性朋友 我都不说了 关键是后面学校 有集体活动要出演的时候 我说我需要去客串一个角色 他说你去什么去 他们就不能找其他女孩吗 这个学校只有你这个女孩了吗 邀请他这男的 之前喜欢他 追他 我看那小子不顺眼 那就行了 你直接说吧 我跟他说了 他说你不能因为 个人私底下的感情 影响到这个那个 但还有其他女孩你不邀请 邀请我对象 关键是当时别人知道 我们谈恋爱 人家已经很刻意地就是说 没有联系我 让我去客串角色 是这一次非 后来去没去 后来我去了 他就去跟其他女生客串去了 所以不仅仅他固执吗 你也固执对吧 对 两年轻孩子 你看说得头头是道的 我相信让你们再数了下去 还能数落出很多 今天谁要来 今天是我想来的 来干吗 我真的觉得我已经忍耐他太多了 我觉得就是 我跟他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的思想和他的思想 我们的生活习惯和他的生活习惯 完全不是一个调上的 过去在现实当中跟他提过分手吗 我举报 他那个分手没少提啊 就因为可能一点鸡毛蒜皮大的 那么小事 比如说他外卖 我没给他拿 不想跟你两个过了 分吧 经常大事小事 都把这话挂嘴边 我就老说 这个爱情就像一杯水 你提子分手撒一点 提子分手撒一点 最后全撒霉了 因为我爱他 我喜欢他 但是他拿这个话 老要挟我的时候 我就感觉 我心里特难受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以后 什么事能不能不要说这句话 他嘴上答也挺好 该说还是说 你觉得他提分手 是因为喜欢你的口头禅 跟你作一作闹一闹 还是这姑娘开始嫌弃你了 我感觉他有时候 他有点嫌弃我 他嫌弃你什么呢 他就说我有时候特别倔 特别酱 然后说有时候我那个情伤不高 说我傻 我提分手 不是真的想分手 如果我真的想分手的话 我提一次就够了 我提了那么多次 就说明我想让你改 但你没必要 非把他挂在嘴边 你一次一次说 只会一次一次让我心凉 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但前提是我说分手 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情绪特别极端 极端到有些时候让我特别害怕 那你比如说 我发泄情绪的方式就是我吼他 然后他就去站马路 跺脚 踹门 摔东西 我在这么 全班这么多人面前 被女朋友训 他们全都在看我笑话 你说有啥事你好好说不行 我这么理性的一个人 你跟我好好说 我刚开始的时候 是轻声续语在你耳边说的 然后是你不听了之后 我才发的火 对不对 哎呀 大几了 大四 马上就毕业了吗 对 未来怎么规划的 因为我是南方人嘛 我挺想就是在北方发展的 然后呢 刚好他也是北方人 我也想靠近他的生活 但是呢 他就想留在南方 资料上面他是北京孩子 你要跟他去北京是吧 对 你想留南方是这个 我说他家在成都 我就说成都这城市也挺好的 离他家也近 他在实时找个工作 以后按部就班 我觉得这样挺好 挺踏实 少不入川哦 这是选择了安逸的一条路哦 到北京是想拼搏一下什么 正因为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年轻人 该有年轻人的朝气 就是你该拼搏的年纪 就不要选择安逸 关键是他不是 就没有那股上进心了 以这样的生活方式 去对待生活 我觉得结果一定不好 不一定不好啊 那我的父母他们那一辈 都是在那个公司是职员 他们慢慢地 你看我们这家庭条件 不是慢慢地也好起来 是这么个理不 我大体能够感受到 其实今天两个人一上台啊 你们挺会挑适合自己的衣服的 女生今天穿这个衣服呢 就像你今天所有的发言 和你的思想一样 就是个小孩嘛 穿了个大人衣服 你这身衣服倒是跟你挺贴的 青春 有活力 啥也不顾 就喜欢玩 还有点任性 现在最大的冲突 其实就来自于毕业规划了 我这么听起来 是吧 对 然后就因为毕业规划 把过去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全勾出来了 对吗 是 如果人家就是要留在成都的话 你要跟人分手吗 姑娘 我可能会 因为我不太接受异地恋 那你留成都不就完了吗 你家又是成都的 就是因为从小在成都长大 所以我才想到北方闯一闯 陪着去个两三年呗 我想着 因为毕业 毕竟肯定它向校园招聘 比社会招聘它有优势嘛 在成都前 踏得实实地有一份稳定工作 至少能不说照顾家人 怎么着先把 就自己能踏得实实地温饱下来 等安定下来以后 说北京毕竟是家嘛 以后说如果有 比如说好的职位啊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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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跳其实也行 男生那想法特简单 你知道吗 就是 就跟我们不去看故宫一样 反正住在北京 想什么时候看 什么时候看 结果你发现 你还比一个住在杭州的陆琪 看故宫看得还少 这跟谁说理解 就这么一个意思 听懂了 听懂了 她要是不回北京 你坚决分手 对还是不对 对的 你女朋友平常就这么装扮吗 平常差不多就这样 那你穿着衣服 你不觉得累的哈 我习惯了 因为我从小就是生活 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边 不是 你家庭什么环境 就是父母兜单位上的嘛 我看他们都这么穿 然后我就想这样穿 听明白了 小人穿着大衣服 小人做着大人的梦 这段感情应该怎么办吧 你们给断断吧 来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